上去 你要再高一點 然後手上去 後疫情時代 體驗島鄉的觀光活動已成為主流的趨勢 帶大學觀光旅遊學系 探險觀光課程 結合攀樹、垂江等戶外探險的10座活動 帶領學生走出教室體驗探險觀光的核心精神 這門課是探險觀光課程 那這門課是藉由教室內跟教室外的課程設計 主要讓學生從活動體驗中 然後能夠獲得靈魂冒險的饗宴 然後讓同學可以藉由挑戰自我 結構固有思想的框架 然後能夠挑戰自我 承擔責任、解決問題的能力 探索觀光的這樣一個課程 他跟我講說要上樹 我說太棒了 我們大學大學90%以上就是有植被 我們就是一個綠色的大學 我最喜歡我們的學生去進進這樣的一個樹 更換來講走出校園 然後去清清森林是最好的 那我問他說那你要看什麼樣的樹呢 他說又高又大的 我們要上樹去 然後讓學生同時在學習當中 有這樣一個冒險的精神培養 探險觀光課程導入了主題式的探索學習 學生在攀樹體驗中除了清淨樹之外 更能鍛鍊身體、心性、訓練肢體的協調 爬上去的那一時刻很累 很想要放棄啊 尤其看到查框的時候 就差那麼一點點 可是最後就是真的是意志力 撐住就到就可以拿得到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卡 然後慢慢就熟悉了 然後就覺得上去很輕鬆 然後到最頂的時候 我就覺得心裡有點害怕 因為很高 然後我看下去很可怕 就像孔高那種感覺 以這次來說 其實我覺得更多的體驗是在於 你實際聽完講解之後 然後你實際去做練習的時候去發現 其中你雖然說腦袋會了 可是身體還是不會 所以你要去做一個磨合跟練習 那中間過程中 多少一定會有一些身體上的摩擦 可是這個是可以做盡量的避免 那透過這樣的避免 然後去做額外的實際付出 其實是還不錯的 同學表示 攀樹找茶的活動相當具有挑戰性 透過冒險活動形式的挑戰 跳脫舒適圈 挑戰不一樣的自己 並且從活動中培養承擔責任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就其實我這樣腿很短 好 謝謝